我就是每天要说200多遍自己特别帅的王一博 因为棚内的条件实在有限 根本展现不出我摆什么0.0000001的摄影实力 所以今天我们来拍外景啦 今天我们来到了就是西藏灵芝的桃花灵 在这春暖花开的季节 我今天就要教大家我们跟花拍照应该怎么样去拍 那我们有幸的请到了怎么拍都好看的萧萧姐 也请 哈喽萧萧姐 大家好 大家好 大家好我是萧萧萧 恰恰是王一博说的应该是相反的 我是怎么拍都不好看的萧萧萧 所以对于王一博来讲 今天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加油 首先怎样才能拍出好看的全身照呢 其实我们在拍大场景的时候呢 最重要的是构图 用到的一般都是居中构图法或者三分构图法 就是说把人物放在整个场景的中间 或者是把它放在偏左或者偏右的三分之一的一个位置 我想要的感觉就是 萧萧老师在等待白马王子来临的这么一种感觉 就像很做作的那种 你就可以这样伸一只手 对这样看着上面的花 好看 现在稍微有点累了 你现在可以伸一个懒腰 好看 这个时候呢 我们需要有一个眼神 往我们空白的地方有一个延伸 这是三分构图法非常重要的一个点 然后现在就是白马王子即将出现 回眸一笑的感觉 王子已经到来了 然后你很开心的从这里来回走 好看 你今天是公主 最后呢 要拍一个外里旋转很开心的一个样子 OK 好看 对 大本 好看 美哦 我们很做作 那你就一定会说 旅游景点哪会有这么干净的背景呢 别着急 咱们往下看 刚才我们拍照了 实在非常干净的大场景 现在自己干脏虽然到了 我们现在呢 来到了一个游客非常多的一个景区 通常我们出去旅行的时候啊 周边景美 但是人也很多呀 所以现在我跟王一博同学就要示范一下 我们在众多游客当中夹肚中求生存 狭路效果永远上让我们开始吧 这个时候呢 我们的重要要素就是抢占极高点 我们就可以让小小老师站在那块石头上 然后呢 摄影师呢 要蹲得低一点 我们要通过一个仰拍来 合理的避掉所有的游客 来 头发这样 往后闪一下 这样就飘起来了 来 好看哦 刚才呢 我正好看到旁边的舞台正在搭建 我们就可以去跟他们去建一把梯子来用 三角老师来 梯子 三角老师你在上面感受风的感觉 头天往我这边歪一点 这样会显得你的脸比较小 低点下巴 再低点下巴 给我一个眼神肯定 哇 好看 没死了 再来一张 好看 其实在拍照的过程中 如果能灵活地运用一些小道具 可以让照片变得更加有心意 其实我们在平常拍照的时候呢 如果你手上什么东西都不拿 或者你什么东西都不依靠 会让你很没有安全感 其实手就是我们最自然的道具 来 来 小小老师 你可以稍微摸一下自己的脸 好 摇两下巴看远方 好看 这个时候其实可以跟花有些互动 你可以去摸花 抓花 吻花 好看 好 闭上眼睛 好看 你可以去吻它 享受 好看 特别好看 我们现在来到了一个 非常有西藏特色的一个 经班的这个地方 但是现在又遇到了一个 非常尴尬的问题 就是太阳非常的大 会有一种头顶光的一种感觉 为什么我们老是遇到尴尬的场景 因为我们就是来解决这些问题的 拿手来挡一下阳光 你的脚可以稍微交叉一点 对 往前走了一种感觉 好看 现在老师的今天的衣服呢 其实是有两件 正好它外面这件 其实可以给我们做一个天然的反光板 很好看 来 没错 就是这样 好 很有味道 好看 美哦 然后手就可以这样挥一下 正好你甩一下你自己的裙子 三 二 一 甩 好看 下面呢 我就要用一个 大家可能都想象不到的 非常有趣的一个东西 来给我们的照片 制造一个非常唯美的一个效果 上 扯掉一点点 套在镜头上 之后呢 我们最好是在中间挖一个洞 好 我们现在来试一下 好看 小哥老师你可以背对这个一点 好看 特别好看 这保险门会让这个周边 会有一层白白的这种感觉 感觉很鲜 其实呢我们今天还准备了一个非常非常有趣的道具 那就是我们从网上买的假花瓣 这个时候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绝项 就是要用到连拍功能 好 我们来试一下 走 很好很好很好 有了有了 然后呢我们现在拍完照之后呢 一定要注意保护环境 我们要把我们自己制造的垃圾全部剪光 开始 好了这就是今天我要教给大家的旅行摄影小技巧 大家可能觉得我拍照用的器材非常的专业 但是现在手机拍照功能也非常的强大 也可以运用这些技巧拍出非常好看的照片 熟练应用摄影技巧非常重要 但是更重要的是找一个像我一样的男朋友